好 来看到中非西非以外的国家近来频频通报猴斗病例引起国际关注 当中呢 英国短暗三天暴动七成 官方也呼吁有猴斗症状的人要避免性行为 而泰国机场转接旅客也确诊 导致12个人被列入了观察期 猴斗疫情持续扩散 除了克迈隆 中非共和国钢 国奈及利亚四个非洲国家以外 全球还有25个国家通报近400起的病例 其中179例都集中在英国 竟然在短短三天内暴增了七成 南韩也将猴斗列为已急传染病 而泰国曼谷机场则有一名转机旅客被验出了猴斗确诊 相关当局将空服员在内的12名密切接触者列入21天的观察期 近来关于猴斗的传言盛销城上 英国甚至谣传它出自实验室制造或外线 或从新冠肺炎的病毒再改造 对此英国媒体BBC博士强调通过DNA的测序 可以确定病毒来自非洲西部并非人造 英国卫生当局发布最新指南 有猴斗症状的人应该避免与他人密切接触 包括了性行为 密接者在必要情况下应该隔离21天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波传染能否遏止上部明朗 世卫将通过阻断人传人的手段来控制 由于世卫组织之前处理新冠疫情被批评速度太慢 目前已经同意筹组委员会 来加速因应像猴斗等的卫生紧急事件 美国疫情在升温 辉瑞研发的新冠口服药使用量飙升 全美到5月初已经开出了41.2万份 这成为美国最主流的新冠药物 但是有部分的患者结束疗程停药 却复发应转阳 现在美国CCC强调 即便复阳都不会需要到入院的程度 尽早服药依旧是力大于弊 随着Omicron纠缠 美国疫情在升温 死亡率降低了 但确诊数却是去年同期的5倍 使得辉瑞口服抗病毒药物 Paslovy使用量暴增 截至5月6号 全美开出处方间超过41万2000张 胜过莫沙东的莫纳皮拉维 已成为美国对抗新冠最主流药物 拜登下令不但产量要提升 供应也要更顺畅 民众只要在药局筛紧阳性 当下就能立刻收到药物处方 借此全面加速新冠口服药给药率 不过部分服用Paslovy的患者 却传出停药后因转阳症状复发 现在浩瑞表示 Paslovy疗程结束后 复发比例约在2% 大多在停药后的 第二到第八天之间发生 很多人甚至体内的病毒量 比先前还高 但CDC却强调不必恐慌 数据显示 Paslovy预防新冠死亡 及住院率高达88% 即便停药后 复发复养也不会是重症 如果吃了Paslovy出现复养 美国CDC建议是 启动5天的自我隔离 并持续戴口罩10天 专家在强调 风险非常低的新冠患者 不必服用Paslovy 把药物留给最需要的人 记者组合报道 欧洲的当日时间30号 针对了俄罗斯的第六轮制裁 欧盟达成协议 在2022年底前 切断九成的俄国石油树欧盟 但受到俄乌战事影响 全球能源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美国总统办公司投诉 华尔街日报提出 抗通膨三部分的计划 再次把美国通膨 怪罪到普丁身上 5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美股三大指数震荡收黑 这是市场回应 联准会可能采取 鹰派做法强硬升息的消息 而拜登在接见 联准会主席鲍尔 与财长叶伦时 强调尊重联准会独立性 拜登强调解决 40年来最严重通膨 是首要之物 但美国油价 目前依旧高举不下 30号全国平均油价 升到美加仑4.62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 不过拜登在投书 华尔街日报时 依旧强调 这是俄国总统普丁造成 拜登过去多次将通膨 最怪到普丁身上 但其实美国通膨飙升 早在俄乌战争之前 拜登投书华尔街日报 提出立抗通膨三部分计划 他在文章中表示 联准会必须肩负 控制通膨的主要责任 白宫也会确保 物价下降到家庭能够负担的范围 并提高经济生产力 而这将借由降低俄国能源影响 日常商品成本 以及住房和照护费用来达成 最后他也提出会借由改革税法 来减少联邦赤字 欧盟拍板定案 对俄罗斯第六轮制裁 将在2022年底前 切断九成俄国石油输入欧盟 不过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五月通膨再创新高 欧元区十九国的消费者物价较去年攀升百分之八点一 能源价格攀涨将近百分之四十 而粮食价格也上涨百分之七点五 尽管欧盟寄出全新制裁 掐紧俄国能源命脉 但德国明确表示 到2022年底才可能完全实施 这也代表目前欧盟根本不可能完全禁运俄国石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但达不到制裁目的 俄务战争导致全球高涨的能源 以及粮食价格 也似乎没有解决方案 记者刘嘉宇报导 自己的倾销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推荐 旺旺水神机 有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这个雾化器 大的雾化器呢 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这两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买这种小型的雾化器 怎么买呢 来 这边有个QR Code 买的话请你输入CTI285